大家好,我是琪琪,欢迎来到小柴玩具屋 今天呢,我要教小朋友们来做7种好看的发型了 那也就是说,从星期一到星期日 小朋友们每天都可以换一种新发型不重样的哦 那这7种发型呢,其实每一种都非常简单又非常可爱 相信小朋友们应该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每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把头发分成左右两边 抓起左边一小匙头发 然后,编成麻花便 同样的方法,把右边的头发也编好 然后,把麻花便往后移 用小发卡固定住 这样,第一个发型就做好啦 第二个发型,依然是把头发分成左右两边 分别编两个可爱的麻花便 编好后,用手把辫子拽得蓬松一点 这样看上去更随意更自然哦 接下来这个发型呢,我会把大部分头发分到右边 先在耳朵前面编一个麻花便 然后,在它后面再编一个,一直编到底哦 再用剩余所有的头发,再编一个麻花便 这样呢,我就有了三个辫子 然后,把编好的头发拿到后面,编在一起 这样呢,会让你的麻尾看上去更特别哦 前面的几个都是编发 今天呢,我们来换一个非常可爱又简单的 只需要扎取额头上方的一束头发,在后面扎起来 然后轻轻拽几下,让头发更蓬松自然 如果时间紧的话,不妨试一下这个发型哦 第六个发型依然是麻尾,我在扎好的麻尾便中,取一小束头发,编成一个麻花便 编到最底下的时候呢,就把它拿起来 然后,用发卡固定住 这样就完成啦 最后一个造型呢,我还是把头发都扎到右边 然后,抓起一束头发,朝着后面卷啊卷啊卷 卷到耳边的时候呢,把其他的头发分成两股 和刚才的这股头发,一起编成麻花便 这样,你的错麻花便就看上去更有趣更特别啦 今天的这七种发型怎么样,小朋友们很喜欢吗?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哦 我们依然会在爱奇艺上,抽取一位幸运的小朋友 送出一份神秘礼物哦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 咱们这期再见 台湾 油 5 5 7 5 5 5